解岸香连续多年蝉联花林县任务举办 各乡镇市公所办理源头减量 即资源回收推动工作绩效考核计划A主特优等奖的佳基 香肠由淑珍感谢乡亲配合垃圾源头减量 并有效落实日常回收分类的工作 更感谢清洁队员的成婚辛劳付出 让解岸香成为洁净城乡 解岸香111年资源回收率达55.9% 不仅高于花莲县环保局规定的目标资源回收率 也让解岸香全年度达标数为100.76% 更连续多年蝉联了花莲县政府举办的各乡镇市公所 举办源头减量及资源回收推动工作的 绩效考核计划A主特优等好成绩 谢谢评审委员的肯定 乡亲攜手做好垃圾分类回收的工作 让解岸香源头减量以及垃圾资源回收 再度荣获111年全线的特优奖 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共构地方 洁净家园非常重要的工作 也是解岸香折武旁贷 要推展的一份这样的一个积极的动能 解岸香洁净家园垃圾的一个分类 是未来生生不息一定要推动不可断的能源 也造就了解岸香在资源垃圾变黄金的重点工作 挹注了解岸香很多的收入 也希望乡亲共同的一起来护持 解岸洁净家园的工作 解岸香在环保工作上积极和社区学校及机关协力合作 成立了社区回收站 协助民众落实垃圾分类 同时也搭配乡公所举办各项活动 推出了资源回收换好礼 鼓励民众平常就要做好回收工作 而109年开始还成立了环保志工队 广邀上千位的志工 负责社区巷弄的环境维护 为了方便民众 解岸香清洁队部也开放时段 让民众来清倒垃圾及做资源回收 清洁队呼吁民众要确实做好资源回收分类 并且把高压气体容器和玻璃瓶碎玻璃等 分开带装标记 交由清洁队员 共同来维护解岸香的永续洁净环境 这里会解岸香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